《警方國安處》昨天早上在本港各區拘捕四男兩女 涉嫌違反《香港法例》第200章刑事罪行條例第9和第10條 作出具煽動意圖的作為罪 被捕者包括職工盟前副主席鄧建華 報導又指出被捕6人是所謂的旁聽師 當中有牧師和政府持貿易主任 眾人涉嫌在各級法院滋擾擔任社運案件的外評檢控官 所謂的旁聽師其實是2019年反修例暴動衍生的身份 旁聽師靠著互聯網組織起來 在反修例暴動而反出庭之時到法庭旁聽 以市對同路人的支持 旁聽當然沒問題 不過既是旁聽法庭審訊自然有相應的規矩要遵守 諸如不可以在法庭裏面展示標語 不得叫喊口號 不可以妨礙司法公正等 這些已是基本常識 但偏偏對部分旁聽師而言 為了政治任何規矩和法例都不必遵守 在庭上叫喊 身着有政治標語的衣物或口罩旁聽 拍手歡呼甚至辱罵司法人員 這些行為已先後多次被傳媒報導 在此不再聚述 然而旁聽師的越界行為絕不止於此 去年年底有報章報導 部分律政司刑事檢控方外 判作檢控官的私人執業大律師 庭內、庭外屢次遭反修例暴動支持者滋擾 包括被俗稱旁聽師的人言語攻擊 例如遭旁聽師在庭內大聲立下 拍手掌和起控之擾 另外也有記者曾目擊旁聽者 不滿手足被判監刑期過場 在庭內、庭外大聲疾呼 更有人尾隨外判大狀報出法卷 以廢物、有報應等言論漫罵 甚至休庭期間跟隨外判大狀進出洗手間 未知有何意圖 先指聲明 不且並非指民手提及案件中的疑犯 有做過上述行為 其實眾官一眾庭聽師的行為 至少以違反、妨礙司法公正 藐視法庭等刑事罪行 這些全部都是可被判入獄的嚴重罪行 今次律政司和國安處採取行動 總算是還香港法治一個公道 除了庭聽師 還有另一班人致命為送車師 他們主要是追著再有反修例暴動 相關罪案疑犯或犯人的囚車 不斷叫喊甚至拍打車身 對同路人以示鼓勵 這些追車的人更不時被有心人拍下片段 再上載互聯網 讓這些反修例暴動的同路人互相取暖 當然公道一些 部分送車師並沒有參與追車 僅僅在囚車洗經地點的路旁 高舉手勢 叫喊口號或展示標語 不者認為 除了旁聽師外 警方和律政司都應該好好關注送車師的行為 追車的人 肯定有違反交通或盜路使用者的相關法例 這些行為必須予以壓止 以免那些人以為為了表達一己政治訴求 就可以凌駕法例 此外 國安處也要考慮多多研究 那些將旁聽師和送車師行為放上互聯網的人 會否同樣以干犯煽動罪 以免有人看過之後增傷仿效 甚至建立出一套政治凌駕法律的錯誤思想 香港已經夠亂了 以往有人在香港散播所謂違法達爾的歪理 令部分港人深信為了政治就可以隨便犯法 香港法治精神數年間被破壞太盡 香港已經正式步入重建期 對於破壞法治精神的事 更加必須寧容忍 只有這樣 香港才可以辱科重生 真正地重回正軌 終於是